明天一样是高温炎热 主要一件非常的强 那么有机会在午后下雨吗 气象时间教语话先 明天如果要出门的话 天气跟今天一样还是非常的炎热 尤其今天出门你就可以感受到 好闷啊 甚至很多人感觉 这个雨好像有点要下不下的感觉 其实今天全台高温都非常的热 光是看这一张气温分布图 你就可以发现 全台湾几乎变成了烧番薯了 那么今天全台最高温出现在哪里呢 台北市的摄子区 这边侧站来到了38.5度 其他包含了屏东云林高温也突破了38度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在台北摄子这边 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位置相对比较特殊 本来这边的侧站温度就会比较高 但是除了这个侧站之外 台北市的信义区在这种商圈的地方 今天高温也突破了37.2度 所以今天其实这些体感温度都突破了来到41 42度 外出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热 而且明天一样会是属于这么热的天气 来看一下明天的高温资讯图了 因为明天高温的部分其实包含了双北市地区 还有包含了苗栗以南一带 甚至到了中南部地区都是亮起了橙色灯号 橙色灯号代表说这些极端高温可能连续来到了36度 甚至局部地区可能突破来到了38度以上 所以明天这么热的天气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喝水 至于下雨不发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未来这一周其实雨主要都偏少 都是集中在午后的热对流 那么现在看起来在中部地区 其实已经准备了有一点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也刚好在几分钟之前已经发布了 目前包含了南投跟台中一带 雨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现在这些地方时雨量可能来到了40毫米左右 预计这个雨会持续到晚间的7点半为止 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 那么未来一周整体上来讲 水气偏少都是在整个午后热对流会有一些降雨的变化 那么最后几个天气重点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中南部地区沿海的时候清晨可能会飘一点雨 整体上来说天气都是偏热 可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还是会有局部雷雨 时间交给叶涵